凯尔特人在今下没有什么大动作,四年5200万美元去约斯玛特,两年1065万美元去约贝恩斯,两年294万千下年轻球员蒋巴里伯德,安吉很保守,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。 立军只需要保持住原本人马就好,在ESPN专家新赛季预测中,凯尔特人位置东部第一,这就是安吉的底气,没有伤病困扰,立军还真不怕谁。 但明年就不好说了,哦啊,霍福德两大核心名下都有球员选项,罗奇尔·莫里斯两位常规轮换球员合同到期,安吉明年夏天的日子恐怕,就没今年那么舒服了。 霍福德现有合同是四年,1.13亿美元,明年年薪将近3000万,以霍福德掌握的技能包,以及当心联盟对内线球员的估价,老霍名下执行合同的可能性很大。 但欧文就不一样了,从拒绝安吉的续约合同起,就表明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心态。 好兄弟巴特勒同样拒绝了森林郎的续约报价,像当年张姆斯去约过那样,欧文和巴特勒两人玩一次兄弟篮球,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纽约尼克斯可一直在翘首以探吗? 今日,皮尔斯在采访中点评欧文离开绿军可能时, 直接上升了一个高度,言辞犀利的谈起了球员忠诚的话题,间接嘲讽了大半个联盟的球员。 皮尔斯表示,你知道吗,现在球员很难去理解,杜兰车去勇士,考仙斯去勇士,还有几年前乐布朗去热果,现在的球员在展示他们长,控局面,他们有权利做任何想做的事情。 类似的话,皮大叶不止说过一次,连点凭只在绿军待了一年的欧文都能扯到这上面,足可见他对此类事情的态度,绝对不是那么友好。 再也不会看到一个球员在一支球员十几年了,那是我们那一代,现在球员们想为不同球队打球,想和凶的一块打球。 他们在展示他们有这样的权利,连忙近十年的趋势,确实如皮尔斯所说打着相似。 至于好坏,小编不去评价,每个球迷心中都有一感症,但不管喜欢也好,业务也罢,局势既然已经兴起,就很难再掐死。 现在多明星篮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,皮尔斯这场话,显然有点扯远了,早在回归欧文这边。 其实不管欧文走不走,绿军在未来两三年都要做出取舍,现在薪资压力还能承受住,是因为塔图姆和布朗两位年轻星星签的都是零价合同,过几年不出意外,顶心是没跑了,如果都留下,收取税就能交到绿军老板变脸。 目前凯尔特人算得上球星和星星的,有欧文,海沃德,霍福德,塔图姆,布朗五元,一个球队正常的薪资空间分布,牵两个球星正好,三个球星有点称,四个球星不是不行,的球员愿意将一薪,加上老板大度,才能形成勇士的局面。 至于你个球星,算了,不说了,除非碰到一个考星词,欧文的选择是什么还不清楚,但绿军在未来注定要做出取舍。